聚焦国际,今年的G20峰会11月将在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来举办 那么乌俄战争预料将会成为重大的议题之一 那么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公开表示 已经获得了印尼邀请参加今年的G20峰会 泽伦斯基透过推特表示 已经和印尼的总统佐科威进行对话 并且感谢对方邀请他参加今年的G20峰会 虽然泽伦斯基没有名奖是不是会出席 但如果成真届时将和俄罗斯总统普钦同台 另外乌俄战争再度掀起联合国对安理会否决权改革的讨论 现在193个成员国以共识决的方式通过了决议案 要求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未来动用否决权的时候 必须提出正当理由 而这也是联合国大会首开先例 将针对否决权的行使进行辩论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